这绝对是蜡笔小星最出乎意料的一集 美牙和广志比赛健身 结果反差巨大让人惊掉下来 这天广志让美牙把房间里的健身器材处理一下 买了这么多好歹也要好好锻炼出个东西来 对于三分钟热度的美牙 广志无奈表示这种东西如果换他来用 一定分分钟就可以练出八块腹肌 美牙冷潮热讽叫他试试看 赶紧把那披九度变成腹肌来 广志告诉他如果自己成功了 到时候可不要哭丧着脸 两人的对话越发激烈 美牙表示自己会等着看好戏 说完便转身离开 就这样为了证明自己 广志决定要好好锻炼出完美的身材 让美牙沉浮 片刻间就换上装备准备开始 首先第一项就是锻炼自己的平衡感 还不忘询问傻儿子爸爸厉不厉害 可帅不过三秒就摔得四脚朝天 于是只好放弃欢动游基石看看 小心看着好好玩的样子 于是爬上去也要一起玩 不出意外广志再次以失败告终 随后只好选择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画面 广志一边看说明书一边练习 刚开始就感到这玩意比想象中的难 马铃薯头还爬到背上为他加油 广志艰难地坐了两下再次应声扑通倒地 还被小心吐槽太没用了 与此同时美牙开门进来劝说他赶紧早点放弃 这番话再次激起广志的斗志 然而美牙却自信认为他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可没想到隔天广志下班回来 就第一时间直接上楼要进行锻炼 广志如此坚定的毅力让美牙顿感惊讶 虽然才第二天而已 广志觉得自己的啤酒度便结实了不少 听完小星当即脱掉衣服展示自己的八块腹筋 此时美牙在门外看到广志那得意的样子 于是便开始使唤 打算将广志平时晚餐喝的啤酒换成大罐装 以此来让他的啤酒肚子变回原状 可不料广志却白手说不要 美牙吓得吃了一惊 因此到了第二天广志出门上班 美牙便赶紧上楼也要健身 他自信自己也能做得好 一定要练出完美曲线让广志刮目相看 想想就充满动力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在不同的时间不断地疯狂训练着 就这样过了四个星期 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广志居然练成了小蛮腰 然而美牙却练出八块腹筋 两人很纳闷不知道为何变成这样 不过说到底他们两个也算是坚持了小蛮 虽然结果有点出乎意料 但过程还是很值得鼓励